说到张萌这个名字呢 可能有的观众还不太熟悉 不过如果提到 离婚律师里面的娇艳艳 幻城中的火族公主 你应该就有点印象了吧 在镜头前呢 无一例外地展现 自己魅力女人一面的这个张萌呢 今天会在娱乐新天地的节目中 展现不一样的自己 来看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萌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 与大家见面 不过今天呢 我收到了一个很大的任务 就是带大家看一下 我随身携带的一些小东西 娱乐圈欲解放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 离婚律师 神话 幻城等 东西找到没 那么着急 在荧幕上塑造了 很多女强人形象的张萌 一直是观众心目中 标准的冷面美女 然而脱下演员的外衣 撕下来的张萌 却是个喜欢素颜 加休闲装的潇洒姑娘 要不是顾及着自己 好歹也算是个公众人物 她的包里或许连这些 简单的小物件都会舍去 没比有的时候唇膏这样的话 然后再加上眼镜 就别的就可以不用了 以防万一嘛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尴尬的 有时候在飞机上会碰见 突然间碰见个熟人 休息室会碰见个熟人 然后你就觉得 还是稍微涂一涂 表示尊重 对 否则你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不认识你 对外貌如此不羁的张萌 当年可是选美出身 顶着第53届环球小姐 中国区总决赛冠军的头衔 踏入了演艺圈 虽然没正统学习过表演 但张萌表示自己天生 就是吃这碗饭的材料 作为内地选美转型演员的成功案例 演员张萌除了天生的细腻情感 还少不了一位贵人的帮助 那就是张萌的老乡张国立 还蛮感谢张国立老师 嗯 对 他就说你是 能吃这碗饭 就挺想跟国立老师学习的 再加上我呢 本身可能也嘴比较甜吧 天津人吧嘴比较甜 在张国立指导的电视剧 《季工新传》中有过客串演出后 张萌又陆续收到了 很多由他抛出的橄榄枝 虽然在外人看来 这是张国立对张萌演技的认可 但张萌却调皮地 都归功于自己的嘴皮子功夫 没有 估计是我死皮烂脸的 国立老师带着我吃盒饭嘛 就是那种 然后国立老师可能也觉得 这孩子还挺努力的 然后也挺用功的吧 娱乐星天地上海采访报道 好的